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 吞噬星空 作者 我吃西红柿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117集 罗锋傻傻盯着兑换表 谁知道哪一个比较适合自己 适合自己的宝物 宝物 能让红这么舍不得的 甚至于不愿意提醒太多的 应该很贵重 对 应该是很贵重的 罗锋连网仔细观看 不是观看物品 而是观看价格 整个兑换表中 价格最高的物品是 红荒级智能战机 价格是60星辰 接着是密集类 属于超越战神存在才能修习的绝招 凤凰翔机 价格为36星辰 价格排第三的 是名叫顿天梭的兵器 价格为30星辰 排第四的 也是一记绝招 名为电光火石 价格为25星辰 按照馆主说的 那些绝招 我现在买了也没用 而且按照柳巡查室 和冰山亲卫交谈的看 绝招也是要看 每一个人原能特性的 排第一的 红荒级智能战机 我买不起 那么 这顿天梭 罗峰仔细观看顿天梭介绍 介绍很稀少 只是简简单单几个字 顿天梭 适合精神念师的操控的兵器 比较节省精神念力 要知道 兵器这一类种 因为是给罗峰兑换 所以 红提供的兵器 大部分都是适合精神念师的 介绍都很简略 如果不看价格 根本注意不到这顿天梭的特别 好贵啊 三十星辰 罗峰有些舍不得 十二个草木之灵加起来 才三十六点五星辰 一个顿天梭就要三十星辰 管主 罗峰一咬牙 看向黑发男子 红 我买顿天梭 黑发男子红 露出一丝差异之色 还真让你给选中了 说说 怎么选中他的 管主都舍不得告诉我 肯定不是一般宝物 所以价格一定高 所以 我从高到低 一件件看价格 罗峰刚说 旁边的黑发男子红 不由笑起来 倒是我小气了 你和这顿天梭 看来的确有缘 这顿天梭真正价值 远远不止三十星辰 等到你有一天 成为超越战神存在 他的厉害才更明显 不过 现在对你而言 也是最佳兵器了 红也是因为得到摩英藤 才心中一动 将顿天梭 添加到兑换列表中去的 否则 他怎么会将顿天梭 添加进去 而且考虑 罗峰的草木之灵 一共才三十六点五星辰 才给顿天梭 标价三十星辰 谢谢管主 罗峰连忙道 管主这可是亲口说了 顿天梭真正价值 是远不止三十星辰的 要知道 价值八百亿的一份龙血 才一星辰 能想象顿天梭珍贵程度 当然 实际上也没可比性 所谓金钱到了一定程度 就是数字 红 雷神等强者 绝对是舍不得将宝物卖掉 换货币的 这等宝物 只会以物易物 好好用它 希望在你手中 能绽放它的光芒 好了 你选到现在 顿天梭三十星辰 精神念诗基础秘籍 三星辰 一共三十三星辰 你的草木之灵 总价值为三十六点五星辰 也就是说 你还有三点五星辰 可以兑换 黑发男子红 指向那虚拟屏幕上 众多可兑换物品投影 说吧 选哪一个 罗峰仔细看去 现在身体防御 有了黑神套装 兵器也有了顿天梭 关于精神念诗修炼 更是有精神念诗基础 也不差什么了 洪荒级智能战机很好 可惜啊 很贵 罗峰心中暗叹 只要是舞者 谁不想有一个 很拉风的飞行战机 嗯 罗峰目光略过战机那一类别 眼睛一亮 王级智能战机 两星辰 这个好啊 价格不算贵 才两星辰 而且这王级智能战机 防御程度很强 而且还有智能 这可比一般飞碟型战机好多了 虽说仅仅两星辰 可是用钱买 那也是天价的 战神当中 很少有谁买得起这最低层次智能战机的 它的性能 罗峰仔细看屏幕上 王级智能战机旁的简单注解 王级智能战机 智能系统控制战机 机身可以抵御任何领主机怪兽攻击 极限速度为 10.6马赫 不错呀 罗峰案子点头 一般飞行战机 是不敢宣称抵御任何领主机怪兽攻击的 敢说这话 说明机身强度 接近王级怪兽身体防御 要知道 那柳巡查室的乾坤级智能战机 才能抵御王级怪兽攻击 自己这个要弱一些 不过也很强了 极限速度能达到10.6马赫 也就是说 时速超过1万公里 恐怕一般王级怪兽 都追不上这智能战机 最重要的是 这玩意是智能的 不需要请战机驾驶员呢 够方便 我就买它 王级智能战机 罗峰道 黑发男子看了眼 点点头 嗯 你现在兑换了35星辰 还要兑换什么 罗峰看了看 摇头笑道 不用了 我那12个草木之灵中 最便宜的一个千年黑乌根 才价值1.5星辰 我就自己留下吧 其他11个都兑换掉 这样一来 最后罗峰只剩下千年黑乌根 这草木之灵呢 当然 还有兑换的精神念识基础 黑神套装 顿天梭 王级智能战机 这四样 其中黑神套装 还是免费得到的 黑发男子红一挥手 两大三维虚拟投影 全部消失 室内又变得昏暗 管主 罗峰恭敬问道 我想问问 这千年黑乌根 说是要泡成三公斤药酒 每天服用一百克 我想知道 这三公斤药酒 分给几个普通人喝 有没有关系 他们都不是舞者 喝的量 是不是要更少一些 黑发男子红身身 看落封印 才说道 分给几个人喝 没问题 只是每个人提升 幅度略小一些 至于普通人 每天可以服用一百克 没问题的 罗峰听了暗息 这泡的药酒 用什么酒 有区别吗 罗峰追问道 没区别 就是用水泡都没事 黑发男子红随即道 无需多问了 回头送到你手上的 千年黑乌根 是配有详细使用说明的 罗峰点点头 整个室内 又变得安静下来 黑发男子红审视罗峰 被红盯着 罗峰就感觉 整个人似乎没有任何秘密 那目光仿佛能穿透人灵魂似的 黑发男子红冰冷道 罗峰 你现在的实力 在战神中达到巅峰了 没必要留在经营训练营 是 罗峰点头 我给你两条路 黑发男子红没有丝毫犹犹豫 自从当初在王巡查室那里 签订那份合同 就代表了一点 从今往后 罗峰就是极限武管议员 现在职务的安排 当然是上面安排 第一 留在红宁基地时 进入特别行动组 或者将来可以申请当训练营老师 或者其他等等 第二 外派去其他基地时 担任监察室一职 黑发男子红静静看着罗峰 你选吧 罗峰一正 认真选 这两个选择对你而言很重要 黑发男子红郑重道 留守和外派 是武管内战神的两条路 一旦选了 将来想更改都很难 除非你将来突破 超越战神 成为我极限武管的巡查室 那才有特权 这就好像企业内的工作 两个工作跟你选 选完了之后 很难再改 留守 外派 罗峰吹一下 这一旦选了 可能很长时间 就待在某一个地方了 我希望能回江南基地市 在江南基地市 担任监察室一职 罗峰恭敬道 江南基地市 黑发男子红点点头 现任江南基地市监察室 不是江南基地市本地人 按照武管的规矩 会优先考虑家乡所在地 其实监察室一职 是一个权力机高之位 在一个基地市的极限武管 所有成员中 监察室就是一把手 一般必须获得高等战神称号 而且名气极大人物 才有资格担任监察室 而会长一职 初等战神 中等战神就能当了 对势力最低要求的是 初等战神 至于主管一职 对势力的要求 最低是高等战将 从势力要求上就能看出来 三者地位差别 如江南基地市 极限总会馆 一位会长 三位主管 都是明面上巨头 而监察室 却是控制武装力量 是真正掌握监察大权的 他甚至于可以直接罢免某一位主管 再任命新的主管 或者和总部要求撤销会长等等 当然 监察室无权直接撤销会长 而监察室地位 却是最高决策层直接任命的 单单一位巡察室 都没有资格直接罢免监察室 只有经过圆桌会议集体表决才可以 一定程度上 也说明监察室权力之大 已经是一方诸侯了 当监察室 你的称号最低也必须是高等战神 黑发男子红说道 你现在要做的是 获得高等战神称号 是 罗凤联网道 在战机称号上 现在自己还只是初等战将呢 当然实际实力 已经是无敌战神了 当你获得高等战神称号时候 你就自动成为监察室 我希望你 尽快去江南基地室任职 黑发男子红说道 是 罗凤应道 极限武馆全球总部基地 那神秘的巨型飞船建筑入口 罗凤在一名红袍白人男子 陪同下走出来 罗凤先生 红袍白人男子微笑道 你看那一遍 那架智能战机就是你的 哦 罗凤连忙转头看去 只见旁边一片空地上 正停了一架深蓝色三角星战机 整个战机机身曲线优美 堪称是一个艺术品 机身总长度大概是20米开外 宽度则是10米开外 整体给人感觉较为厚实坚固 这智能战机是我的 罗凤不由有这一阵好情 这个世代男人 谁不想有一架属于自己的战机 而战机是极为昂贵的 连战神当中都只有少数购买战机 罗凤先生 因为你没有使用过这架智能战机 所以一开始会有一个系统认定过程 请跟我来 红袍白人男子微笑道 来到这架战机旁 一到迷蒙蓝光照视下 笼罩罗凤 顿时哗啦一下 舱门迅速开启 只是发出很小声音 罗凤先生 现在只能你一个人进去 我是不能进去的 红袍白人男子在旁边 眼中难掩羡慕之色 进去之后 系统认定都是由智能系统进行 罗凤先生只需要待在机舱内就可以了 过一会儿 罗凤先生你就明白一切了 罗凤点点头 当即步入舱内 舱内座椅非常舒适奢华 坐在这样的舱内 就是一种享受 哗啦一下 舱门关闭 同时 整个智能战机里面 很多部件灯光亮起 显得很是梦幻 同时一道电子声音响起 你好 主人 马上我会向主人 演示这架 王级智能战机的操控方法 说完 机舱前面 出现虚拟投影 虚拟投影中 开始出现一幅幅 简单易懂的 图文并茂画面 详细介绍 整个战机是怎么操控的 第一的一下 一道红色光线 摄像罗锋左手腕通讯手表 跟通讯手表连接 开始在通讯手表内 进行安装智能战机远程操控系统 片刻之后 还真够简单的 一切都是智能化 根本不需要我操心啊 罗锋露出微笑 我现在给你命名 就叫 一号 罗锋随意取了个名字 是 主人 电子声音响起 同时整个舱内 竟然有一个银色密码箱 从舱内底部冒出来 等完全冒出来之后 下面洞口又关闭合拢 电子声音继续道 这是极限武馆 留给主人的箱子 罗锋听得眼镜一亮 应该就是黑身套装 顿天缩等存放的箱子了 各位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我们下期再见